经过多个月冗长的谈判 东海岸铁路计划宣布复工 首相东马哈迪表示 这让政府免去必须支付高达217亿8千万令吉的赔偿 第一和第二阶段成本也曾655亿令吉 大幅削减三成到440亿令吉 协助减轻政府经济负担 敦马刚刚在布城首相署 针对东铁计划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协定协议后的东铁计划将横跨五周 轨道缩短至640公里 一共经过20个站 虽然维持双轨形势 但每公里的造价从原本的9550万令吉 减少到每公里6870万令吉 技术方面 随着东铁取消北部延伸路线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退还31亿令吉的预付款项 并会在这个月18号之前 退还第一笔共5亿令吉的金额 建峻后中方也会提供技术支援 减少原本的负担 在大砍215亿令吉成本后 政府也会减少和中国进口银行的贷款 至于减少款项多少 则还有待和银行磋商 东铁计划完工日期 也会从2024年6月30号 推迟到2026年6月30号 谢谢大家